陈一鸣和陈太太经过了多年的爱情长跑 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结婚是两个家庭的融合 对于女生而言 更是要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 学会与老公一家人相处 虽然相处的其乐融融 小两口也难免会渴望享受独处的二人世界 本次要装修的房子 就是我们两个人以后要居住的小家 现在是和我爸妈一起住在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屋里 因为年龄包括生活习惯的差异 或多或少肯定会有一些矛盾 我最喜欢吃茄子 你最喜欢吃 外卖不卫生 今天不能叫外卖了 下次也不能叫外卖了 老师偷偷能叫外卖吃 不能叫外卖 我们喜欢叫外卖 然后可能父母就会觉得外卖不太干净 然后就想让我们在家里吃饭 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就是喜欢乱扔东西 要出门要换好几套衣服 然后这个衣服扔的就到处都是 化妆品也是扔的桌上到处都是都比较乱 怎么这么乱呢 那么这个在老年人看来就感觉生活习惯很不好 最主要吧还是想将来给宝宝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居住环境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的这个空间比较小 有许多的东西都没地方放 这次的装修的话 还是希望超级上能够给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吧 小两口通过努力 终于在上海宝一路的清秀城小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窝 希望节目组能帮助他们搭建这个幸福之家 哈喽 大家好 超级装安心装好家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家园装潢独家冠名播出的超级装 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设计师来自于家园装潢的李设计师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家园装潢的李 欢迎 李老师今天过来的这个地方是户村附近的一个蛮新的小区 今天我们的伟托人是一对新婚小夫妻 老公的80后 老婆的90后 他们准备脱离父母开始真正的两人世界了 这里其实大家我们会看到是一个茅梯房 所以呢 整个的未来的生活全靠你来规划 没问题 没问题 看来是很有经验的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房子到底长什么样 出发 你好 你好 人员人员太太 你好 你好 双城组合 你好 你好 这我们家设计师 李老师 你好 你好 那个在一楼是吧 一楼 同学 电梯都不用坐 是吧 物业费还能少 只要电梯这块 对 电梯也能省也能省 好 真的 就是这边 是吧 对 就是这边 来 请 来 您先带路 这进门 参观一下 奇怪 进门就是厕所 这设计 美观上面真的很差 你自己也不喜欢上吗 我也不喜欢 你说进门就是卫生间 万一我一开门里边有个人出来这个全都曝光嘛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中国人概念里面卫生间还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场所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问题 大门正对卫生间 这是很多家庭都忌讳的问题 厕所是最容易藏屋纳垢的地方 而大门是引气入室的主要通道 流动的空气将厕所的意味带到了卧室及厨房 这样的设计不仅给业主造成了心理上的不适 更是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看完这个厕所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间房 这间房看上去应该是一个卧室了吧 对 这个是我们将来做主卧用的 所以你对于这个主卧有什么要求吗 我的要求就是功能性 使用性得强一点 这个还得有一些收担空间 因为知道女孩子衣服啊 裙子啊 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 哎呦 你看上去玩 你太太的一些杂物都是你在干啊 对 她负责在前面天气散花 我就在后面帮她收拾来起 你把自己说的真是上海好男人的标本啊 是这样吗 是这样 因为我是一个很散漫的一个人 我到家里是很随意的 我可能脱完的衣服我会随便一扔 然后她跟在后面收 她就会跟在后面收 那一扒嫂洗衣服什么的也是她吗 洗衣服有洗衣机 但是别的她都会 化妆品啊 我用完了之后 我坐在上面到处都是 她会跟你摆 连这个她都干啊 对 怪不得她能够娶到小十岁的太太 最后要不理的 服务意识一定要强啊 对吧 对对对 必须的嘛 当然你差十岁怎么追到这辈妹呢 怎么追到的啊 这个 你一跳表吧 给分享一下 给人家大龄的男青年女青年分享一下 只要做出上海男人的风范来 拿想都不是问题 上海男人风范主的最主要几个要点是什么 马达送 要会买 对 要会收 马达一条收走 对对对 洗 对 就全方位的就是家庭型事业型兼顾的好男人 就是要上的厅堂下的厨房是吧 对对 这句话在北方可能是形容那个太太 但是在上海就是形容先生 哎呀说的太好了 李老师给这位好好设计一下 好好设计啊 那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啊 除了收纳功能之外 你还有什么样的幻想对这建筑过 幻想的话 我希望因为这边是一个潮南的一个大窗 一个飘窗 我希望这个飘窗呢 可以给我增加一个 可以喝茶啊 看书的这么一个台子 这么一个功能 哦 那那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吧 好 来 来 厨房 厨房给哪儿 你带啥子啊 来 来 来 我们参观一下啊 好 好 这就是这个厨房 厕所 隔壁是厨房 来 我们请设计继续进来 继续进来啊 咱们必须要说 就上海的厨房条件来说 这个厨房呢 不算小 但也绝对称不上大 那这个主要听陈太太的 你对你这个厨房 因为以后主要你用 你有什么幻想 我希望这个厨房 是开放式的 就是不想要封闭式的 想要开放式 不想要准备打掉啊 对 不要了 不要了 那我要问一下 这个油烟问题你想过吗 油烟问题想过 因为我先生特别喜欢吃炸猪排啊 就是这种油炸的 油炸的 所以对 油烟机这个吸力是有要求的 就是说 不能屋里有烟 不能屋里有油 就是要开放式 但是呢又喜欢吃油炸式的 对 屋里还不能够有味道 是 味道 哦 李老师帮不了你啊 没问题 没问题 李老师的口头禅叫没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去那边应该是厅室吧 客厅 到客厅去看一看 好 请 你们家倒是蛮奇怪的 经过那么长一条走廊才到客厅啊 对 所以这个房型比较 特别 特别 那么空间的利用率会比较差一点 这个客厅你对它的期待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是这样打算的 因为我们想有一间以后给小孩子单独一个房间 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客厅呢改造一下 那孩子已经有了吗 孩子有了 孩子是在这儿吧 在这儿 好 现在 今天是带球目影 对对对 所以你本来这个算是一室一厅对吗 一室一厅 现在你要变成两室一厅 两室一厅对 得给未来的小主人预留一个房间 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李老师 其实这套房子我们用测下来真的不大 对 不大 实际面积比较小 大概使用面积是 使用面积大概四十五个平方左右吧 四十五个平方 要满足的是三口之家 对 三口之家 小孩房 小孩房 对 敞开式的厨房 是 这个我基本上很清楚了 我方案做一下 给你看一下 猜到一下 我发现你心中的OS应该是 无语点一点 好像因为你记不住了 那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李老师了 有问题吗 没问题 陈先生的家是一个未经装修过的毛坯房 实用面积仅有四十五平米 空间构造极其复杂 是个典型的手枪护形 多个功能空间缺失 形状狭长 比例严重失衡 东西走向的卧室也使得房间内的采光存在很大问题 要想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内保证一家三口未来的生活 对设计师来讲是个很大的考验 经过专业测量 风格定位 设计师里面 唯唯托人定制了专属设计方案 小陈夫妇两家已经把他们家的钥匙交给我了 已经放在了我们的超级装的这个信封口袋里面 今天的你这两套方案随意有一套能够通过的话 那这单活你就正式的接了 如果今天这两套方案没有一套小的钱人满意的话 那这个钥匙有待留给下一个有缘人的 是这意思吧 对 好 请开始 这个油烟问题是不够欠缺吧 素衣是不是太好放 我每次拿东西我要翻床垫再拿东西 我老婆化妆再拿 有点太方便 这个有点欠缺考虑吧 第一套方案主要是觉得太普通 没有让人感觉 就是我前面提的要求就是每一个平方都要能够充分地利用 所以对设计师的第一套方案其实是非常非常地困难 对对对 好像储物空间 化妆的空间 然后吃饭的问题 洗衣机的高度 对 还油烟的问题 还是那些问题吧 那结果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吧 对吧 好像这些问题都没解决 其实这一点 多出了另外一套方案是这样的 第二套方案其实它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挺惊喜的 的确这是个小惊喜 所以我们对于它这个第二套的设计方案是挺满意的 挺感兴趣的 对第二套方案我们是很期待的 你确认吗 你就想清楚啊 因为你今天如果说确认这第二套方案的话 你这把钥匙就交给设计师了 接下来任何的事全部由他来负责 到时候中途反复就行了 好 老婆OK吗 OK OK 没问题 设计很满意 家园交给你了 谢谢 我尽力 谢谢 项目开工前 家园的设计团队与施工团队进行了正式交谊 我做充分体业家园那个超级造型特定 特定 那可不不满 好 这个工程就交给你了 好 我做我做 据有多年从业经验的施工队队长 根据设计师给出的方案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经过不断的沟通与磨合 确定了具体的施工细节 现场督导一再强调时间把控的重要性 以确保工期的暗示完成 在施工过程中 为了避免出现隐性问题 水电支检环节是必不可少的 家园装潢的专业水电支检员 带着检测工具来到了现场 检查房屋内的电表 每个插座面板 总电闸是否有问题 是否接线良好 关于埋在墙体内的管道 风槽前必须进行水压实验 施压时管道应固定 堵头是否装好等问题都尤其重要 今天是装潢公司来做水额电的一个工程检测 那么检测下来的数据 和我自己查询到的数据 也都是相当的吻合 那么说明在水电工程这块 它们的装潢质量是非常可靠的 那么本来我对于隐蔽工程这块 也就是非常的关心 因为也深怕隐蔽工程 一旦有一些隐患的话 那么后期去查找这个问题 以及重新返修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陈太太已怀有四个月的身孕 陈先生对工程用料十分在意 生怕对老婆和孩子的健康造成影响 我们在选用的一些材料上面 这个环保和一个质量上面 我们都考虑比较充分 比如说它的涂料 我们会用比较好一点的涂料 相对来说这种有害物质就会减少很多 还有就是在那个橱柜上面 因为它家柜子做的比较多 所以说在柜子上面的柜体和门板 我们都用的一个纯净口的板 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非常环保 对于它们马上要入住的情况下 这个对它们的身体是最好的一个方面 装修的污染物主要有冬 油里甲醛 本 鞍等有害物质 长期居住会出现眼鼻喉咙刺痛等问题 这种不当污染很难消除 家园装潢使用陈阳水漆的绿色环保材料 有效地控制了装修污染 家园装潢的服务范围 在住宅装修翻新的基础上 还提供了上门安装电器的服务 工作人员按照严格的专业流程进行安装 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保障 母亲临时造访 对设计师李明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 忽然强硬的态度也是让陈先生措手不及 他一边安抚母亲的情绪 一边和设计师就卫生间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沟通 一进大门看见那个卫生间的门好像不太舒服 要跟他们设计员说一定要改 这个不好看 陈先生的母亲突然给设计师提出了个大难题 他们这个厕所的门肯定是不能改 关键是你没有地方去改了 你不见得把厕所的门开到厨房间这一块 那厨房间这边也不能弄了 是吧 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这可为难了我们的设计师 最终他将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老话说的好 光阴四界 你看一眨眼一个多月过去了 我们又再次和小陈夫妇见面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刚来看那个毛皮房的时候 那个肚子还不险 才刚怀孕 你看今天这个肚子都已经鼓那么大了 再过几个月就快生了 那今天呢这个主要是来验收 咱们李老师 李设计师的这个工程的 如果觉得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的话 现在我们可以把钥匙交还给业主了 感谢陈先生对我们的信任 好 谢谢 看来信心满满 我们就到小陈夫妇的新房去看一看 和我刚刚第一次来 毛皮的完全不一样了 对 第一次来的 本来你们这儿不是有一个厕所的门吗 现在改到哪里去了 李设计师 卫生间的门呢 我们做了一个隐蔽的一个门 它的门是在这里 这是一个门啊 现在跟这片墙融为一体了嘛 对对对 哦 这就像卫生间 对啊 非常的简洁 大方 干净 我们再关起来看看是不是完全发现不了它 哎 就跟这个墙融为一体了 很常识的 对 这样门一进来就不过一看啊 是个厕所 有厕所 这个你实现了 实现了 很好 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完美地解决了大门正对厕所这个难题 隐蔽门的设计不仅起到了隔断的功能 还具有装饰效果 使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和谐 原本的厕所是干湿分离的设计 分为洗手台和浴室两个区域 现在将洗手台的空间更合理地利用改造为走道 让房屋的动线更加便利了 而现有卫生间的面积变小了 但五脏俱全 那个时候看这个是主卧对不对 对 那我们到主卧看看好不好 好 来 哎呦 这主卧一看就是小夫妻 新婚小夫妻的这个生活 好 你看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昏黄是吧 还有很干净的这个房间 哎 我记得上次你提出来的要求对我们李老师就是 这个飘窗你希望能够满足你喝茶的梦想 看风景喝茶 而且整个房间啊 因为家里多了女人和宝宝 所以就收纳空间要增多是吧 来 汇报作业了李老师 我们在整个一个飘窗的一个改造上面呢 我们把原始的一个飘窗改成一个储物空间 就把下面都都可以挖空 然后那个放东西啊 然后上面做了一块那个十英时的一个台面 这样子你做在上面呢也会比较舒服 就是它的数学全部满足了对不对 对对对 好了 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上次最难的一点是 这套房子原本是一室一厅 一室一厅一味 现在好像要改成两室对不对 对了 两室 两室 就是白白凭空要多出一个房间来 对 那我们来看看李老师有没有把这个房间给生出来 好 有吧 有的话我们去看看 哪呢 这是一个很正正规规还蛮正气的房间 是不是你们的这个算是以后的宝宝的婴儿房算是吧 不错不错不错 好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你怎么考虑的 这个给我们揭秘一下这间房子 我是把原来那个一个客厅拦成了那个小卧室和客厅两个区域 我还深深地记得当时我看毛坯房的时候 我和李老师就是站在这堵墙 啪啪啪说了很久 对不对 对 原本这里是开一个通间 对不对 现在就隔成了这个一个小的房间 所以这是一个床吗 对 这个是一个塔塔米式的一个床 下面可以有储藏的一个空间 就那个有人来或者小宝宝睡的话也可以在这里睡 也是整体是一个五尺的床 其实上面其实是个双人床的尺寸 对不对 对对 所以又可以放东西又可以睡人 以后小宝宝还能玩 而且我看这边还做了一个壁厨是吧 对对对 这也是可以放东西的 对对对 也是储物空间 我相信这个房间可能以后是小陈的太太和孩子用的比较多 你满不满意 满意 诉求都在里边了吧 对 好 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你们最大的诉求就是储物空间 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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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除了我们刚看的主卧和现多出来的这个房间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储物空间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对 对 那得去看看 来来来来 带我们看一下 就那么小一点地方还藏一个 在这 我怪不得我刚刚在想这扇门是干什么的呢 这就是个小型衣帽间啊我发现 对吗 这边这好给你给你太太 这个储物空间实际上对女性来说还蛮实用的 什么冬天换季的衣服被子都可以塞在这里面 这个是原本的走道吗 对 原来的走道 本来走廊有那么宽 走廊改成储物空间啊 的确是脑洞打开啊 得到这个夜厨的表扬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厅和厨房的这两个空间合二为一了 好 就我们问一下李老师这个厅的空间你是怎么来铺牌的呢 对 本来因为它一个大厅之后呢我把它隔出了一个小房间 哦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宝宝间实际上是属于本来厅的一部分 所以等于一切二了 现在这儿变成厅那儿变成宝博间了 对对对 哦 你当时的考虑是怎么考虑法呢 我考虑到就是一个它要一时改两时嘛 所以我肯定要有个地方把它隔出来 隔出来之后呢 因为它本来的厅就不是很大的 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呢 我把它隔出来之后呢 厅会显得很小 所以说我把厨房也做敞开了 做敞开呢 你这个厅就会感觉非常的 视觉上面会感觉比较快乐 对对对 否则的话很压抑 现在就感觉因为这一片空间都连在了一块 很厉害 猪排还是干嘛的 然后又不能够整个房间里面跑烟 对吧 现在这厨房做成这个开放式了 我看到把洗衣机也放这儿了 等于洗衣功能也都在这儿了 这兑现你承诺的时刻到来了 这能够跑烟吗 陈太太对开放式厨房最大的要求 就是要无烟无油 强力油烟机是否能满足它呢 为了让业主心无不虑 设计师准备了出烟锅来进行测试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烟锅 待会它会冒烟的是吧 对对对 好 开了 不错 真的 直接就吸到这个圆筒里面去了 厉害了 厉害厉害厉害 这个可以 因为平时如果自己做油炸食品 不会烟那么大 这个洗衣子怎么来评判它的这个大小 有行业内的数值吗 一般市面上比较常规的是15 我们这边是19 最高的呢 最高的10号室 哦 那基本接近最高的 对 开了丁是市面上最高的那种 这个效果你还满意吗 满意 一般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烟 如果家里出现这个状况 基本还是着火了 才会有这么大的烟 对吧 这个没问题了 好 过关 我感觉啊 我应该算是你们家第一批客人吧 是的 对吧 来帮你们一块来验收房子 对 那看了这个整个新房之后 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 近来就感觉眼睛一亮把像变魔术一样的 把原来一套看上去空间 比较拘束的一个房子 变得这么宽敞亮丽 设计师的确功底非常厉害 刚进来的时候真的很意外 总体来说真的谢谢设计师 因为有个邻居说 这房子是不是有八十几个平方 实际上呢 实际上才六十多 哇 一下子就给我平板无故增加了二十几个平方 真的是啊 你要就算是五万块钱一平里的话 那也要一百万呢 对吧 从心理上感觉自己又争了好几十万 设计师帮我们介绍了一百多万 对啊 我觉得审美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呢 最主要的是诉求要满足 就是我们想要有的 有了吗 有了 想要变大的 大了吗 大的多了 哎太好了 这个哎 我想问一下这个李老师 你做完整个房子这个设计 工程都玩不通了 你觉得难不难你这整个工程的 相对来说 在设计方面还是花得不得心 嗯 因为整个房子的一个那个空间 就是改动还是比较大 嗯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例啊 我自己的感受是哈 如果买了小房子 不要 小房子不代表居住质量就一定差 其实只要动对脑筋 小房子也可以有大房子享受 对不对 确实啊 哎 今天最后呢 呃 我们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大家 这一份是质量保证书 一份是家庭居士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报告 好 代表就是这套房子我们在施工方面 已经是得到一个专业上的一个认可 嗯 还有一个受货的一个服务 我们想到是四小时热信 嗯 全天都可以打得通的 哦 解决呢也是非常急是非常快的 就有问题打电话给你 对对对 然后他马上就来解决 对对对 这个保修可以保多少年啊 我们整体工程两年 两年啊 对隐蔽工程终生的 哦 终生的 对对对 哦 也就是说哪天要是小陈家的 灯不亮了 或者空调不动了 如果是墙内电线的问题 你们也会赶来修 对对对 哎呀 这放心了 终生保证 来 赶紧 赶紧接下 赶紧接下 有这个东西啊 就是上方保证 上方保证 一个电话打过去 好 那如果觉得这一次的改造成功的话 那我们机长来表示一下庆祝 好不好 好 来 我先来 恭喜 恭喜 这感觉不是我干的活是吧 不好意思啊 这房子是我装修的啊 各位啊 我的设计还不错吧 还有 李老师赶紧来来来 来 恭喜一下啊 收工 收工 此次委托人最大的诉求 就是小空间变大窄 将实际面积45平米的空间 改造成两室一厅 一厨一位 尽可能完善使用空间布局 在原有结构极不合理的基础上 家团设计师进行合理的减法 才腾出更多实用空间 让房子透气 让房子亮堂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家装修总共花了多少钱 如果你现在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的话 就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了解装修总架与材料详情 还有惊喜等着你哦 现在又到了我和这个李老师的揭秘时间 请问怎么合理改造小户型 针对于每一个户型的不同呢 我们主要就是在一个空间上面的一个利用 把它原有的浪费的空间 我们把它利用起来 就像这套房子里面的一个过道 本来是比较狭长或者是浪费的 我们把它改动一下 增加一个储物空间 还有就是对于小户型来说呢 因为普遍房子比较小 但是它们可利用的东西呢 磁脚会比较多 房子的不归整形啊或者呢 这样子合理地利用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满意的设计方法 这个整个60多平方米的毛坯房 你们这次装修一共用了多少天 我们拱终用了45天 一般像这样子一个规模的一个改造 基本上是要达到60天 甚至60天以上 那真的是还蛮抓紧时间的 那整个装修完 现在我们看到都花了多少钱呢 总共加起来之后呢 我们是9万块钱 整个加起来 陈先生的新房 套内面积为45平米 工程共造价为9万人民币 每平方的装修费相当于2000元 包含了主材 副材 人工 安装费 管理费等 这个价格水准 如果在行业内的话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是比较划算的 因为我天下 因为是从一个 因为我看过毛坯房 这什么都没有 到整个可以非常棒的一个新房子 那对于老百姓来说 基本上都是可以承受的 对 可以接受的 大家都知道装修事件 特别麻烦的是 我觉得老百姓最怕的就是 因为我不懂 所以我可能被骗 被坑 有没有一些防坑绝招呢 首先第一点 我们是按照靠内面的品牌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你在公开面积上的浪费 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上面 我们选用的材料 基本上是市面上最低的一线品牌 我们合作的还是比较多的 可选范围比较大 所以并不是说因为价格低了 我们就用一些比较差的品牌 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装修装修 如果你不懂的话 还是找正规的装潢公司 可能比较靠谱 比较保险一点